花2000块又会一天 你可能连美女的手都碰不到一下 但现在只需要花42块 就可以让6个美女天天我一斤里赚 这就是现在突然爆火出穿的Stame游戏 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 上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热度已经未首Stame手榜 同时在线接近7万年 对于季族公司来讲 这个派系成本大概在60万左右 现在已经卖出了2000万人民币 可以说爆赚 那你赏一个问题 这个游戏为什么会垮呢 那肯定是对路值的呗 来假设一下你跟人家玩班 拖着疲惫的身去回到家里 就这么巧 同时有6个美女都要跟你谈恋爱 他们有的是冷艳大美女 有的是青春少女 有知性姐姐 还有性感辣妈 至于你要跟谁走 到最后要你自己来耍 你听听这事 是不是周梦都能笑醒呢 你看靠的就是这个效果 这要是拍成电视剧 就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口水剧情 但是做成了第一视角的游戏就能爆破 说到底就是之中的当代男性的情感缺口 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你想想现在要是谈一场恋爱 那成本太高了 从恋爱到确定关系 再到结婚 各个环节都能成为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这舔口经济开始逐渐崩盆了 你看今年鲜花的销量 车取品的销量都不如从前 很明显舔不动了 关键是眼里不想舔 因为很有可能舔到最后 还是一无所有 所以这个游戏就很巧妙 你只需要跨42块 就要几个美女来倒舔你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我们以前都把男性群体 是作为消费链的底端 上他们带货的 最不喜欢的就是老说男人的收费能力不如狗 但是我想说的是 男性的收费市场是一直被低估了 只要是对路子 他们一样是非常愿意付费的群体 就比如说情绪价值 如果你有钱有事 那么生活中不妨现场的美女来提供 那要是普通人 情绪价值就变成了生活中的车取品 而这就是这款游戏中爆火的第一层原因 其实从古至今 人们对于情绪价值的追求 一直没有听过 希望被理解 被尊重 被看见 被爱 只不过承接的载体一直在变 从漫画到少说 再到网剧 短剧 和现在的游戏 未来很有可能是VR 受众都是一样的广 关注我 怎样有用的